阿斯匹林是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药物,有许多疾病都需要服用阿斯匹林,特别是对于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运用的非常广泛,许多老人因为身体有某种疾病而经常服用阿斯匹林等药物,但其实这种做法是有一定危害的,老人每天服用阿斯匹林对身体控制某种疾病虽然有一定的好处,但是伤害也非常大, 所以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阿斯匹林毕竟是一种药,是有三分毒,经常吃阿斯匹林,很容易让自己的身体受到损伤 据研究表明,因为口腹阿斯匹林所导致的疾病,会随着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增多而变得常见,所以不能乱服用阿斯匹林,需要根据医生的用量来使用,什么样的人才需要服用阿斯匹林? 在服用阿斯匹林之前,要对患者做一些风险评说,评估的主要标准有吸烟的人,肥胖的人,患有高血压的人,糖尿病患者,身体血脂异常的人,有心血管方面家族室的人,50岁以上的人,通过这几个标准就可以判定自己是否需要服用阿斯匹林,如果超过了三个因素,就需要适当性的服用阿斯匹林。 并且在饮食和生活上,也需要多加注意,因为这类人群很容易有突发性的疾病出现,身上也要随时带着药物,没有超过三个因素的人风险并不是很大,只要平时的生活上多注意就可以了,没有必要服用阿斯匹林。 服用了阿斯匹林还会对身体造坏的影响。 老人在服用阿斯匹林的时候,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知道的,比如说在服用前医生要做好评估风险,也就是上文所说的。 在服用一些激素内药的时候也不能服用阿斯匹林,两者相冲突,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阿斯匹林,之前血压要控制在正常范围内。 每天都服用阿斯匹林的患者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,减少阿斯匹林对消化剂的副作用,可以先服用一些保护为黏膜的药物,这样就可以加阿斯匹林的副作用降低许多,也不会让身体对消化剂产生很多不好的影响了。 另外,服用药物的时间需要每天按时,否则会影响阿斯匹林的药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